那么佛教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吗? 是的,佛教毫不怀疑天堂与地狱的存在,因为天堂与地狱都在生死范围的轮回之中。 佛教相信,只要不出生死的界限,天堂和地狱人人都有经验的可能,甚至可说人人都曾去过天堂地狱。 修了上品的五戒十善升天堂,造了十恶忤逆的大罪下地狱。 苦报受完了,地狱的众生可以升天堂,福报响尽了,天堂的众生可以下地狱。 所以佛教相信,天堂虽好,不是究竟的乐土,地狱虽苦,也有出离的日子。 同时,由于所修善业的不等,天堂也有等次。 由于所造恶业的轻重,地狱也分层集。 佛教所说的天堂共分三界二十八天,接近人间的欲界天共有六层,往上的色界天共有十八层,再往上的无色界天共有四层。 实际上,修善业的人只能生在欲界六天,色界天即无色界天中,除了色界上层的五境居天,是小圣的三国圣人所居,其余都是修习禅定者所生的禅并天。 佛教所说的地狱,大大小小的有无量数目,那是由于狱中所受苦暴的不同而分的,主要则分为根本地狱,禁边地狱,孤独地狱的三大类。 佛经中通常所称的地狱,是指根本地狱,根本地狱,主要区分,则有上下纵贯的八大燕热地狱,以及四方连横的八大寒冰地狱,按照个人所犯罪业的差别等次,便到阴道的地狱中去受报。 通俗的说,下地狱是由鬼差狱族的捉拿,就实而论,升天堂,下地狱都是由于各自的业力所感,业力倾向天堂,就升天界享福,业力倾向地狱,便升地狱受苦。